在四川大巴山一户穷苦的农民家中 有一个小女孩为了帮家里分担生活压力 去地主家当了女佣 在她13岁那一年 红军来到四川大巴山 也因此改变了这个小女孩的一生 小女孩名叫张文 原名张希泽 1933年加入红军之后 张文被分配到了被妇产工作 长征期间张文坚强勇敢不怕牺牲 经常是背着几十斤重的物资跟随部队 敌人经常是在后面追赶他们 有一次休息时 张文发现背上的物资筒被打出了五个弹孔 战友们都说他命大 爱好唱歌跳舞的张文吸引了红薛志的青睐 最终二人结为夫妻 并育有八个子女 且个个都是洞梁之才 但战争年代 他们也曾被迫舍下女儿转移 当年为了穿越日军的封锁线 他们忍痛将刚出生不久的大女儿 寄养在农户甲中 一直到勘战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 张文才回到当年那户老乡家中 将女儿给接到了北京 并且给了他最好的教育 最终他的大女儿红醒华 成为了402医院的院长 为国家的医疗事业做出了贡献 而他的长子红虎 还曾担任了吉林省省长一职 如今张文老人已经100岁了 身体依旧硬朗 在北京安详晚年 2015年的11月14日 在湖南长沙的文艺新村 一位95岁的抗战老兵 跳楼自杀了 这位毕业于环浦军校的革命老人 曾经立下了赫赫战功 在他自杀后 人们开始关注整个世界 才发现背后的故事令人痛心 这位老兵究竟经历了什么 让一位敢于战场杀敌的英雄 选择自杀呢 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点一下关注按钮 回复老兵即可观看